新專輯也透過了我們即將播放的這支音樂錄影帶呢 要感動所有的樂迷朋友 那麼在記者會的一開始 首音會的一開始 請先為我們這一位女主角鼓勵鼓勵 歡迎呂強 新專輯即將發行 在現在這漂亮的專輯封面照片當中呢 我們先來拍幾張照片 哇 馬上就先佈置一下這個神情是嗎 好 我們先來一個正面的 待會再讓你好好的復刻 特別打造的專輯封面 他也說是從以來非常大的尺度喔 好 呂強從你的左手邊 每一台攝影大哥的視線 我們都去照顧一下 聽說爸爸媽媽對這張照片 都很有意見的樣子 是喜歡呢 還是擔心呢 還是讚賞呢 待會要讓呂強自己來告訴我們 好 慢慢的轉到你的中間 好 再到你的左手邊 好 再到你的左手邊 好 剛剛複製一下這個封面的這個喔 好 剛剛複製一下這個封面的這個喔 這個視線是從你的最左手邊 好 多轉一點點 還有喔 再多一點角度 好 呂強你右手邊這邊也有對不對 這邊 這邊視線 來 往後退一點點 好 再麻煩往後退一點點 好 再麻煩往後退一點點 好 再麻煩往後退一點點 我說接近背板 接近靠近背板的這個退 對對對 好 轉過來 好 轉過來 好 呂強多一點的視線這邊 好 這台最右邊攝影大哥 謝謝 好 我們請工作人員 可以把麥克風交給呂強 同時也可以幫我們這個背板呢 先來收一下喔 好 正式的來跟所有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打算招呼 還有透過你的FB 有直播的朋友們也非常關心 新專輯要發行喔 對 哈囉 各位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還有所有貴賓們 大家好 我是李強 阿慕依 那今年來講 真的是一個大豐收的一年對不對 很多美麗的畫面 金曲獎絕對是很重要的一刻囉 很重要 對 在入圍那一刻 其實是緊張 其實也是一種榮耀 很開心啊 對 然後 金曲之後 然後又可以準備這樣專輯 然後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對 透過了每一首歌曲跟音樂錄影帶 可以帶給樂迷許多的感動 我們的MV今天會是首音會 連妳自己都還沒有看過對不對 自己有偷瞄過幾幕 但是還沒有完全的看過 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 是 當一個九分鐘的音樂的愛情故事 然後帶著你的歌聲 還有兩位非常厲害的演技 對 要感動的歌迷 今天男女主角也都來到現場喔 我們就像是一個Party一樣 Party MV的首音會 讓我們先歡迎 就是女主角 谷音珍 歡迎小禎 小禎 小禎姐 很厲害的女主角 我先看到了這MV了 每一幕呢 都讓你覺得那首歌 都深深的刻畫在你的心裡 哇 小禎今天還帶了禮物來 小禎姐 先擁抱一下 謝謝 謝謝 嗨 大家好 要先送上第一瓶 中紅香檳 香檳 香檳 香檳是香檳王 他為什麼要送這個給你 就是要很酗酒喔 不是 你拍之前要這樣搖 然後讓你的專輯跟他一樣 一飛沖天 謝謝 一飛沖天 這是香檳王 粉紅香檳是香檳王 我們幫兩位保管小麥克風 一飛沖天 小禎真的非常的用心 香檳 美麗的香檳 呼應著呂強的名字 也祝福專輯 以及大麥 他所參與演出的MV 也可以獲得許多朋友的喜歡 很高的點擊 來 兩位的右手邊 右手邊 好 好 中間一樣點這邊 是 呂強 你應該很會做人吧 人家女主角都已經有幫你帶來禮物 就人來就好了 那麼客氣 還有禮物 我們就帶回去 我們就帶回去 我們可以一起一起 一起一起 好 記住嗎 要記得搖一搖 一飛沖天 然後上面放專輯這樣 是 然後上去 對 你會做人嗎 你懂得回禮吧 我懂嗎 我這次也有準備一個小禮物 是 對 但是 對 這個小禮物是 哎呦 送給小禮物 因為小禮物現在身材這麼的好 一定要有一個這麼棒的內衣褲 對 哇 而且很紅 而且我也會挑姐妹內褲好不好 我現在穿著 你現在穿著 穿著啊 我相信 哦 我還會 我還會 是 所以小禮物這跟你在像美國度假的時候穿的那些筆記 你一樣的火辣 都可以呈現你的好身材 你這真的很紅 我沒有紅色 你沒有紅的嗎 肺股沒有啊 就為了你我也買了 我唯一一件那種肺股 真的假的 打牌的時候會穿就對了 也不錯 不錯 今年過年打麻將的時候小禮 你可能就要靠他 對 獲得很好很好的這個Lucky跟幸運的一個祝福 有偷偷 你給我先打聽嗎 一定要啊 是喔小禮 你應該可以再看了 對啊 可以嗎 對啊 先不到尺寸 先不到 好 來比劃一下好了 那我 那我幫 打一下麥克風 那不只要一起 就是好 好 先從右邊 兩位的世界 好 中間 真的今年過年的時候 小禎穿上這一套的 應該就是 每一把都活 喔 都是送給小禎的 對對對 來 自己身上有一件的 對啊 對啊 來 來 來 好 好 除了有祝福的粉紅香檳 有火紅的 在性感的內衣 彼此給對方的祝福和鼓勵之外 待會我們也會邀請到了 MV的男主角 也會來到了現場喔 謝謝 謝謝 還準備再一次再補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馬上就要 請工作人員收一下之後 也歡迎了 有女主角之外呢 男主角也來到現場 歡迎陳彥銘 哇 這是近期當中 許多網友非常喜歡的 哇 年輕 楊貓的鮮肉代表 帥氣 而且呢 在MV當中 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互動 來 彥銘你送上了什麼禮物呢 說一下 我送上的是 開運流禮 對對對 因為他前陣子就是 2018的 有入圍金曲的最佳 女歌手 所以我就是 希望他可以再接再厲 然後找一部 就是可以登上天后的寶座這樣 對對對 開運的部分 小禎其實也很有研究 這個沒個部分 來 麥克波 我沒有 我是基督徒啊 我真的很好奇 說他剛剛進來 我說你送什麼 他說流禮 我說你怎麼送這麼老人 哈哈哈哈 誰 喔這邊提議 來 先翻一張這邊 趕快一起 就左邊 來這邊這邊 好 中間 那待會請工作人員 我們再把粉紅香檳 跟小禎的這個 紅色的內衣呢 再加上他們手上 會有三個人的一個大合照 那邊藥不會是藥喔 嗯 好 好 可以嗎 好 那我們三個人的合照囉 來 呂強帶著你的粉紅的香檳 你先幫忙他 幫忙這琉璃 小禎開運的 紅色幸運的內衣 也在現場 我們一起來 再一個大合照 也預祝專輯 在11月30號發行的時候呢 獲得大家的喜愛 好 好 我們三個月正前方 中間 視線一致 好 請一起來 右手邊這邊 三位一起 右手邊的視線 好 你們左手邊 也照顧一下 好 再回到中間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呂強說今天送給小禎是紅色的這個性感的內衣 你除了是希望他就是 哇 運氣很好 過年打麻將的時候運氣很好之外 你還有另外一層祝福的寓意對不對 你真的很會做人耶 不要啊 是 是 我這一次還準備了一個小蛋糕 要送給小禎姐 因為在下個月過幾天就是小禎姐的生日 對 所以我們先在這邊 想要先祝他生日快樂 然後唱首生日快樂歌給他聽 我還有送什麼蛋糕 這包現金就好了 也是 也是 為什麼會起放在那紅色的內衣當中 對 等一下補 補一下補一下 補一下補一下 先唱生日快樂歌就好了 對 準歌後對不對 入圍的金曲獎歌後 哇 有你這種獨特的一種feu 唱出了生日快樂歌 很棒的一個祝福 讓我們感受一下 OK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小禎姐生日快樂 就在十二夜就好 生日快樂 謝謝 生日願望 生日願望我們可以聽一下嗎 對 我蛋糕了 當然來聽聽看你的生日願望 生日願望 生日願望當然就是希望今年能 今年已經到了快年底了 然後希望明年開始大家都是 順順利利的 然後非常的平安 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 動盪時代平安很重要 是 對 然後希望大家都能夠 真的很開心 對啊 做自己開心的事情 開心 好 所以先為十二月生日的小禎呢 暖壽一下生日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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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要正前方 中間的視線 好 轉一下你們的左手邊 好 你們的右手邊 好 你們的右手邊 好 一起放進去 是 馬上我們就要開始進入到首映會了 小禎 看電影的時候 我們都很多的經驗 可是第一次用那麼大的螢幕 欣賞自己的作品 是不是一個很獨特的一個經驗 對啊 因為之前她有一直這個 預告的四部曲 然後我就一直很想看她整個完整版的 我自己也沒看過 然後更何況是用這麼大螢幕 我覺得還滿興奮也滿期待 是 參與的戲劇的演出很多經驗 可是MV 然後透過像音樂愛情故事 9分鐘的一種呈現 我相信對於你們的參與的經驗 或是觀看的經驗都是很特別的 是啊 完全不一樣 是 彥鳴是不是也是非常的 對對對 因為那一天其實拍攝 是滿順利的 然後也很期待成果 所以我現在其實也是很緊張 我也滿興奮 因為我有在現場去看他們演 然後 雖然不是我演啦 但是我自己看得也很興奮這樣 有被那很多的情緒打動著 有 有泡泡 有泡泡 第一排的VIP席已經準備好了 請三位準備入座好嗎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即將呢 要來進行播放 那我們今天是在戲院當中 所以整個看片子的過程 也就和我們去欣賞一部電影 一樣是完整的配套的 在正片播放之前 也會有兩支預告的播出 包括是呂強之前搭配了 《如意傳》片尾曲的單曲的預告 以及專輯正式發行的預告 之後會進入到我們的 九分鐘的音樂 錄你的音樂愛情故事 請欣賞 封城 封城 大家好 我是李強阿蜂蜂 蜂蜂蜂 你會鬆緊人嗎 對 後宮中的珍寵手段 正如現代集長女人的生存法则 本宮也想知道 後宮裡既然有這麼陰毒的人 就无耻 你要成为最后的赢家 请看正宗公斗剧《独义传》 下周二晚间酒店 独义传 全台首播 卫视中文台 对不起 真对不起 对不起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难道我有怀疑你吗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对不起 你说对不起我就要原谅你吗 你说对不起我就要原谅你吗 你不告诉我我就没事了 懂了吗 我用沉默代替回答 伤人的话 自聚解写让人害怕 谁明白从前的渴望 转眼间对爱便宜我 越是爱的傻 却是矛盾长长 醒了吗 也许我们从来不答 偏执的爱啊 今晚变成一种惩罚 这段感情太多的牵挤 这段感情太多的牵挤 那些你对我说的话 情细太复杀 你懂我说的吗 这句话 这句话想低着架 这句话想低着架 让人害怕 这句话想低着架 在爱里装伟大 在爱里装伟大 伪装自以为成熟的说法 你给了无解的调解 要我陪你直到永远 存在两个世界 却是妄同的明天 你懂我说的吗 即使你知道 却要我负此吧 藏心里的话 神不见地坠落风塌 爱可以静得像昨天 闪得好遥远 让时间代替我回答 哭了吗 哭了吗 忘心里也释放不下 就像是这样 连呼吸掉是个隐藏 当人之间 太多的伪装 想原谅 不敢受伤 爱越是挣扎 越是放不下 你懂我说的吗 你懂我说的吗 其实你只有 却要我放肆吗 藏心里的话 神不见地坠落风塌 爱可以静得像昨天 神不见地坠落风塌 神不见地坠落风塌 好 衣服滿了 謝謝 你平常喜歡聽黑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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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點好嗎 不會 我叫你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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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我說的嗎 這句話 好想低指甲 讓人害怕 在愛中回答 每種自以為成熟的說法 你給了不解的總結 有我愛你只要永遠 存在兩個世界 卻是我用了明天 哦 你懂我說的嗎 你懂我說的嗎 其實你一直都只無法自放 藏著你的話 神父堅定卻落分開 愛可以緊的像昨天 生日 神父很永遠 想要永遠 讓時間的寂寞 回答 你能夠懂我 說的嗎 天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男女主角再次的欢迎她们来到我们的现场以及我们的主唱吕琼来单位请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舞台当中 还好吗小哲恩就跟刚才那个台词一样还好吗 很好啊 很好啊 喜欢吗 我觉得还蛮喜欢啊就是整个这个色调感觉很舒服 刚一开始那一分钟光那几句台词其实包括导演包括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觉得都被打到了耶 那个震撼力跟那种穿透力 有那天导演也是说这个这个我跟你讲这很重要哦 这是整个MV的一开始这样 然后就是他希望有一个这个大家看了这一幕之后会不会继续再往下看下去这样 我心里只有想说 真的好我就希望可以一次过嘛 对啊 对啊 因为这个情绪如果断掉其实是就很难再接起来会很奇怪 是 而且听说你为了拍MV紧张到前一天你都还胃痛不舒服是不是 我跟你因为我很怕哭息 我很怕 我从大概几年前的西地人7那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两场哭息我真心怎样就是哭不出来 所以我很怕哭息 嗯 然后所以那时候在接这个MV的时候 其实我是听到余强的声音 然后我就决定 因为大家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会想要接这个MV嘛 是 因为有一天他们就说这个 真的有这个邀约 然后他就放了试听带给我听这样 然后我就在试上听的时候 他发现一听就觉得这首歌大到你知道吗 因为他太记忆深刻 他太有记忆点加上他的歌声又很有穿透力 然后一听你就会立刻觉得很朗朗上口 就会记住这首歌 嗯 然后他的歌词也写得非常的优美也非常的 像我刚刚在直播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说 这对啊你跟我说嘛 这两个人站一起久之后等等等等 就是大家很多共鸣 是 然后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一首歌我太喜欢了 然后所以就一股脑就 哎好好好答应就来拍这样 就来了就答应完了之后才发现 哎好像有哭泣 对而且还蛮蛮 那天等于是一天一整天都在哭 但导演说你没有用到人工泪液啊 你完全是真情至甚至这样一次过演出啊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啊 因为那天我真的一直我前一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一直请因为我是基督徒嘛 然后我就请我们其他小组为我祷告 说哇明天呼吸这一定要 要真的要要要帮我祷告这样 然后我真的紧张到胃痛 所以前一天我还是挂急诊 是 对啊然后因为前一天陆二分之一讲歌 还挂急诊到一点多 我就更紧张 就想说一明一大早 那我如果哭不出来或状态 不知道怎么办这样 后来还好那天还蛮顺利的 表演大师都常常说 一些生活当中的经验法则有助于演出 所以那时候哭的时候 我可以问你的画面你的脑海当中是 真的想知道吗 我真的想知道 可以讲吗 告诉我们 我纯粹就是真的想早点下班 真的早上六点起来说话 然后 因为我就一直在想说 我其实那天本来 有晚上跟人家约吃饭 是 然后呢后来他跟我讲说 那天可能要拍一路拍到十一点多 然后我想说 如果我们可以 因为十一点的话 做到时间很长嘛 就想说 可能有NG的镜头啊时间这样 那我想说如果我可以快一点的话 可以早点下班 就很纯粹这样的想法 后来就还一路蛮顺利的这样 所以导演的指导也是非常 让我们入戏 如果在看直播的朋友 会发现到小静音才说 那边 那边 那边是谁 导演啦 来 老师姨导演 我们来欢迎你 导演真的是 小静的演技 大大的称赞 而且一次过 并且都达到你的要求 对不对 我们来 再给他更多的鼓励好不好 完成了这支音乐录影带 非常的重要 属于他的演出的一部分 我觉得是 好 来 我觉得在这边我是觉得 当时在设定这个脚本的时候 然后确定小珍愿意出演以后 其实在脚本的一些更改上 跟当场开机后的时候 其实心里有一点好心疼小珍 因为我们一直去想象说小珍可能是一个可能很大啦啦的女生 然后也是一个很大气的女生 但是我们也忘了一个很重要的是她是一个女人 尽管她是一个母亲 她是一位妻子 或者是她还是一位会脆弱的女儿 所以在写这个脚本的时候 我相信小珍虽然是这样子 好像跟大家开玩笑去讲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敬业的演员 她愿意把她生活里面遭受到的可能一些经验体验 愿意用她的演技来证明分享给大家看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奇迹的 再次的掌声给非常出色 演出的女主角的掌声 非常自己的一些经验 甚至上是可能一些开心不开心的事情 都化成别人的感动 这就是一个成功演员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恭喜你做到了 谢谢 谢谢导演 为我们的加油 为我们的支持 那这边的就是开心了吗 那一杯水下了雨之后 跟这个鲜肉的互动的时候 哇 对啊 这个小鲜肉 我在旁边很开心 PV比较开心 我们借个位置 让这个TP再来显现一下 对对对对对 那艳明讲讲看 那个时候和小珍姐 有那么近距离的互动 在MV的拍摄的时候 其实 我那时候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公司有稍微跟我讲一下 你要跟小珍要拍旅强的MV 我比较后知后觉 我那个时候其实蛮平静 因为想说就是拍摄 后来到现场 看到小珍本人的时候才开始 我等一下要跟他兑现 工人啊 很久 等一下是不是还有亲密性 有 那时候才开始有点紧张这样 然后所以那时候在拍摄的当时就是 因为我其实想的东西很多 因为 我其实跟女性 就是跟异性就是在做亲密接触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紧张 因为我很怕冒犯到别人 然后那个时候在拍的时候 我一方面还有顾及到就是 我很容易脸红跟耳朵红这件事情 我怕到时候导演拍起来很不现实 那一方面有就是考量很多东西 很多杂讯 但是因为他可能感受到我的紧张 所以 他有用他的方式告诉我说 没关系 你来吧 我OK 因为那个应该叫调情吗 那个是调情吗 我说你没关系你就放胆了 因为我想下班了 我没有接受到我想下班 因为毕竟他也没跟我讲 我那时候就是蛮紧张的 所以很感 所以我跟他说谢谢的原因就是 很感谢他那个时候 有带领我来做这件事情这样 所以后面拍摄就蛮顺利的 那剧情一样啊 姐姐都会教你 姐姐都会带你 蛮幸福的 你有去盯场对不对 对你有去他旁边看 我有帮忙 刚不是有那个下雨天吗 我有帮忙撒水 你还负责撒水的这个 我当撒水师啊 真的啊 不容易耶 不容易 那个有风向的问题 你撒那几场好像都NG了 水的位置不对 水的位置不对 而且是我的问题吗 导演这个 那水一直飘掉 你还是负责对嘴就好了 对嘴就好了 就唱歌就好了 所以我 我本来也蛮期待对嘴说 可以演个哭戏 可是导演没有cue我最后 OK 我可以反映我前天哭那么多 没有人家根本不用人东泪意 一次过啊 这厉害的 十厉害的演员在这边 对 幸福 所以两位对吕翔的歌声的印象 除了像刚才小晨说的 一听到demo就觉得 哇 中了 我可以来参与之外 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感动呢 尤其下去看完了九分钟的MV了 那天后来跟他聊完 发现其实他蛮年轻的 然后发现说怎么那么年轻 可以唱出这首歌有这么多 好像他被很多人伤过的感觉 你知道吗 他的歌声很 很滄桑 对 滄桑 然后觉得好像他伤得比我还重欸 对 有吗 我的过去比较黑暗 也是比较黑暗 也是比较黑暗 比较黑暗 所以你也有一个卖大饼跟鸟的故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些什么 没有看苹果是这样 大饼比较老虚 今天是蛋糕 对 你自己要开这一个开关的喔 我记得说 牧师还说 你记者会干嘛咧 你就提一只鸟跟大饼送给大家 所以我待会再跟妈你follow一下 我再这样讲我大概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对对 叶明这个部分呢 我那时候在一开始听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声音是 非常浑厚 然后 就是很辽阔 可是他却有细腻的灵魂 就是会让你觉得 哇很揪心 会想到你自己可能一些很难过的事情 那 对 一直让我觉得反差很大 你有经历过什么克服明星的爱情吗 有 有很多 但是 现在不方便依依跟你说 很多 对对对 非常多 而且好像经验值也蛮丰厚的 所以才可以演出来唱出来 然后三位可以起 我在音乐当中有火花 所以这回想到上专辑的发行 首支的MV就有那么强的阵容 而且有两大男主角 小支是不同的个性 有熟男的魅力的 有一种小鲜肉的话 对哪一个样貌 你这样有feel 就有心 哎呦 因为我其实看到他的时候 我真的 他因为他就跟我弟弟一样啊 对啊 身高跟其实长相跟整个个性 都跟我弟很像 是 就是那种 腼腆的 年轻 死小孩 就是 他很 综合 就是他还有很 很远大的 梦想跟发展 就是看到他就觉得很像自己的弟弟 那那天说对不起的那个熟男的话呢 会有一些不同的 我真心觉得那天我真的很急 因为我真的 我真的想起了一幕 我要把他扑倒在床上 然后当然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合作 然后那天他也是 后来我们前段段拍完之后 他才来书画 所以我们根本没时间说 在那边寒暄的时候还来介绍 那天我们早上碰到面 我们至少还有聊聊天 那有聊天 那个没有聊天的 没有 我们还要一起骑脚踏车 对 对 所以那天是 这个弄完他 哎收工了 然后我继续下一个 你知道吗 那天整个行程就弄完 然后 等下扑倒他 你想我前面 根本没跟他聊过天 然后我就要把他扑倒 然后他也是就 不好意思 那个 那就是 等一下 我就说就来吧 然后 这样满脑子想下班 所以他就也可能有被我吓到 觉得 我怎么会这么的直接主动 直接 那一看到他第一个样貌 那种造型啊 就是 不会因为他前面也很多很多是看过他的作品 是 然后大概也对这个人的长相并不陌生 嗯 对啊 但是熟男跟鲜肉完全 因为在剧里面 导演要求也是不一样 对 所以男跟鲜肉整个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 那我还是会 嗯 比较欣赏成熟的男性 嗯 对 好 所以弟弟加油咯 继续往你的阳光的 然后呢 事业的能量继续往前冲 有问题 今天的MV正式首播之后 欸小珍接下来就呼朋一半喔 好姐妹去KTV 要唱你主演的MV了 一定要啊 一定要强迫她们 对啊 陪着那些全部都要跟着你一起唱 陪着你的这个戏剧的那种情感 所以这首歌出来 想必点播率很高的啦 一定会的啦 是 那帮我们也多拉几次的点播 好啊 在KTV当中好不好 所以再次的谢谢 两位主角 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 谢谢小珍 谢谢叶宁 也在我们继续会当中呢 来我们上台了 谢谢两位 谢谢 哇 是不是真的就很开心 在第一波的歌曲当中 就已经有那么多的 这个亮点 以及那么多的故事性 可以透过你的歌声MV 一起来分享喔 所以在讲会的专辑的话 我们看到专辑的封面 我刚刚有讲 爸妈有点应见是不是 对 我妈看到我的照片的时候 她就说 诶 你怎么拍卤照没有和妈妈说 哦 没报备 要拍也是先 妈妈先拍啊 哦 妈妈也有这样子想要留住 自己非常棒的体态的一个状况 她也想要拍 是 然后后来我爸爸看到这张照片 她也说 诶 你是去接了30吗 因为有比较好的线条了 就是 看起来因为 颜色调的关系 哇 然后比较 对 但是是美的 是 她觉得是漂亮的 非常棒的 那你就是比较心疼 会觉得说 诶 怎么 有吃饭吗 对 有 有吃 跟Samuel帮我制作很多很棒的音乐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可以 要期待一下这次专辑 我自己非常喜欢 金光闪闪 大家也是对你的信心满满 谢谢 期待在明年的金曲獎呢 也可以获得 评审们的青睞 也可以入围 好多好多好多的奖项 但最重要的是 发片的讯息 来帮我们复习一下 来正式的来告诉所有 有来看直播的朋友 还有在采访的媒体朋友们 来正式把新专辑的讯息告诉大家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支MV 你懂我说的吗 会在今天 也就是29号 0点0分 会开始在YouTube上线 希望大家 可以再 刚刚没有看到的朋友 可以再去观看 点击 創造更多的一个收看 点击秀在当中 对 非常非常好看 然后再来就是 后天 后天对不对 11月30号 我自己的专辑 发行了Dear Myself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是 MV的上线 专辑的上线之外 你那么会唱 我们要听Live 上一次的专辑 也是有一场新歌的演唱会 来Live的讯息 交到吕翔的手上 来介绍一下 是的 我的Live演出 会在2019年 明年的1月18号 在西门红楼河岸 可以看到我的表演 希望大家可以 来听听歌 对 然后 这个购票资讯呢 也是在 11月30号就开卖 对 所以30号对你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是一个好认识的 对 专辑的正式的上线 还有发卖 博克莱的售票网 对 就可以来抢先的抢票 吕翔新专辑的 Live的首唱会 演唱会了 在最后面 是不是也要再次的感谢 所有的传媒朋友 还有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为你的这张全新的专辑呢 来加油打气 也帮你报道 让更多的朋友都知道 吕翔要发片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大家多多支持这张专辑 是 也再次谢谢 所有媒体朋友们的到访 那谢谢大家帮我们多多的宣传 11月30号的时候 吕翔的歌声就要和你见面了 谢谢 我们下次见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就进行联访 那大家请帮我们稍微小心一下 不要靠到萤幕 不要太靠近到萤幕 要稍微小心 谢谢 好 请把麦克风交到里面